管控区域内的人员往来,帮助居民购买、运送生活物资,配合医护人员入户进行核存检测。 近些天来,吉林市田园社区的工作人员一直处于极为忙碌的工作状态。 自5月7日苏兰市报告首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来,截至5月21日24时,吉林市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47例,其中有10例出在田园社区。 本月18日起,吉林市田园社区域内田园小区一二期及红博预警花园12700人被实施一级管控。 在学校晚等社区工作人员的安抚下,居民们并没有出现太多恐慌情绪,纷纷主动闭门居家,配合政府的各项防御措施。 有着居民的配合,社区工作开展起来顺利许多。 然而,由于任务繁重,虽然每天的饭菜都会准时配送到位,很多工作人员还是无法按时吃饭。 此外,学校晚透露,大家不吃午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舍不得脱下这身防护服。 学校晚介绍,目前社区每天都需要三到四人进行大数据排查。 每天要工作16到18个小时,虽然非常辛苦,但身边的社区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退缩。 不管现在是公布确诊病例多少,我们都能熟练防疫工作,防务措施。 之后,虽然说在这个期间,我们社区的有两个工作人员被集中隔离。 有两个是因为这种方式脱离队伍,但是也没影响到大家对这一个工作的责任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